大家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彩椒炒海芯 用一半就够了 有洋葱 海芯 急冻海芯 还有干葱头 鸡肉 一种颜色要半个 切开 这样切 洋葱批了头尾 冰箱 撕过去 切开 videon 准确 炒 手 野葱 切开 火锅 切开 钱 鸡肉 鸡肉 用海參把腸清理好 清理好就把它切開 海參大塊就要煮久一點 如果是普通小小條的 就不用煮太久 處理海參的時候 就不要有肥的油 去處理 不然海參就很容易軟 現在就開始炒了 一薑煎起 用一把大雞 放在2個 內底 雞 切成兩大雞 就不喜歡 這塊 有很多 切成四處 就要切成四處 切成五處 切成四處 切成五處 切成五處 倒入烤肉 再加冰糖 很棒 蘸酒 蘸酒 蚝油 加些蚝油 加少許糖 千萬快攪拌 加少許糖 加少許糖 蚝油 加少許糖 煮糖 加少許糖 砧瓶 炒一会儿就加些芡汁 芡汁有生粉和生抽 慢慢加,不需要一次过加 泡泡了 葱家努酥 健康又方便的一个菜 這個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菜椒炒海參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收看 拜拜